航空大都市创造21世纪 城市竞争优势 速度支撑必是成功支撑 第五波 航空推动发展 带来联通性、速度和灵活性 基础设施 任何城市的竞争优势 都依赖精心规划的商业 及实体基础设施 物流和精益生产 智能基础设施 可加快交付速度 自由贸易区 减少税收 减化手续 促进出口 电子商务和配送 弹性科技技术 助力采购 组装 修理 和快速运输 多市连运货物枢纽 将空港 陆运 和港口 有机结合 办公园区和连廊 将经常搭乘飞机出行的行政人员 和专业人员 与远在异地的市场 快速连接 会站中心 汇聚贸易和知识交流 酒店 娱乐设施 和零售业态群 满足旅行访客 和本地需求 医疗 和健康设施群 医疗旅行 和医疗保健服务 学术 和研究群 行政教育 和研究中心 综合住宅区 为航空大都市的工作人员 提供住宅和服务 机场 航空大都市 多样商业的核心 航站楼的演变 21世纪的客院航站楼 具有多种功能 21世纪的多功能航站楼 不断演变 连接多种元素的航站楼 航空公司 购物 及餐饮服务 休闲活动 办公设施和住宿 机场内部 办公设施 酒店 零售 和展览 等综合设施 航站楼区域 酒店 娱乐设施 购物中心 会议设施 及办公室 航空大都市 结合机场规划 城市规划 和商业地点 创造一种新的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模式 机场周边城市 与机场相连的新城市 出现在 航空大都市走廊沿线 会展设施 主要的会议场馆 贸易和展览综合设施 以及展厅 位于机场附近 住宅规划 机场附近的就业增长 需要在机场附近 规划符合要求 并提供社区服务的住房 机场轨道交通 轻轨和人员流动 将航站楼 和附近的商业区 和住宿点 有机连接 机场通路 和悬浮列车 航空大都市的 高速路 及机场快线 将机场与市区 商业区 以及住宅区 高效地连接起来 航空大都市 多市连运货物枢纽的 集装列车 直连港口和外部 企业办公室和ICT走廊 企业办公楼和IT公司 位于机场高速公路沿线 从航空大都市到中心城市 办公和商业发展的 主要航空走廊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住宅和商业平台 协同增效 航空大都市 结合机场规划 城市规划 和商业城市发展 航空大都市 优势 快速地 全球联通性 飞机 是21世纪 快速连接 全球人 和产品的 实体互联网 航空大都市 时代 已经到来